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今天小五带来陈前令同仁作品。 去名望线,第八十一集,你昨晚不仁,就不要怪我今天不易。 蓝湛,你轻点。痛,痛痛。你轻点啊。 天刚懵懵亮,客栈里就响起魏无羡杀猪般的哀嚎声。 蓝湛抬眸看了他一眼,上药的动作微微一顿,垂眸仔细检查。 自己手里的淡青色小瓷瓶。 郭苏蓝氏的疗伤圣药,应该所到之处一片清凉,痛感全消除才对,不应该痛成这个样子。 蓝湛,你知不知道? 昨晚,你都做了些什么? 魏无羡用被子半遮半掩着胸口,只露出白皙光滑的尖头。 春宫小人书上,就是这么画的。 不记得蓝湛的记忆,定格在昨夜魏无羡缠缠绵未久的画面, 剩下的一片空白。 魏无羡心中窃喜,不记得那就好办了。 你昨晚不仁,就不要怪我今天不易。 蓝湛,你昨晚好厉害啊。 我说什么你都不听,我求你求得嗓子都喊哑了, 你还是把我绑在床上,为所欲为。 现在,姑苏蓝氏和云梦将士刚刚联姻, 你就这么对我。 我不是你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吗? 你怎么舍得伤害我? 魏无羡拥着被子,把小脸埋在里面, 委屈巴巴地控诉着,昨晚自己受到的非人折磨。 最终伤心难过地扯过被子,将自己整个蒙了起来, 只留给蓝湛一个在被子底下, 哭得抽出不止的背影。 魏英,我,能说什么呢? 蓝湛自己什么都不记得, 醒来之后就看到魏无羡不着寸里地睡在自己怀里, 纤细的手腕上有着好几条纤红的乐痕。 怎么会这样? 蓝湛起身之后才发现, 魏无羡不仅手腕上有乐痕, 就连脚腕上的红肿乐痕, 也同样触目惊心。 可无论他如何回忆, 昨晚的记忆就定格在二人唇齿缠绵的画面。 难道,自己? 魏英,我看看。 躲在被窝里, 笑得花枝乱颤的某人, 突然笑不出来了。 他是躺在床上, 背对着蓝湛, 能感觉后背的被子。 准确来说是臀部的被子, 正在被人缓缓掀起。 不行, 不给你看。 昨天晚上, 你看了那么长时间, 还没看够啊。 伴随着着被子的一阵蠕动, 闷闷的声音从被子底下传来。 等被子停止蠕动, 床上出现了一条人形的被子。 魏英, 你让我看看。 若是有伤, 必须治疗。 看着床上的被子条, 蓝湛不知如何是好, 心疼之余, 心底还有些许的失落。 诗书上所描述的俏诊依赖春色疗, 心肠褪去郁情坟, 难太低眉人许许。 洞房妙趣一深深的销魂时刻, 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现在知道需要治疗了, 昨晚干嘛去了? 背条不依不饶地在床上扭动, 丝毫不给蓝湛下手的机会。 魏英, 必须上药。 听话, 不听, 不听, 不听。 我现在伤成这样, 我没脸出去见江叔叔他们, 我们已经定亲, 三眉六里已过。 这种事正常。 对于床上不停礼于打挺的背条, 蓝湛实在是有些束手无策。 下手中了, 怕伤到里面早已伤痕累累的人, 下手轻了, 根本就拽不开某人 故意卷紧的背条。 正常, 你告诉我这一身伤是正常。 魏无羡一听, 顶着一个鸡窝头, 从被子条里拱了出来, 横眉树眼气呼呼地瞪着眼前, 得了便宜卖怪的灯兔子。 魏英, 我, 以后, 不会了。 你, 如何保证? 魏无羡费劲巴拉地, 从杯子里拽出一条胳膊, 向蓝湛展示自己手腕上的伤痕。 还别说, 姑苏蓝似的药果然名不虚传,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红肿已经消退去许多。 我, 以后, 不再碰酒。 蓝湛在床边坐下, 将那只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的小爪子握在手里。 你保证, 以后不再如此, 必须加快进度, 要不然这伤痕就要消失不见了。 没有真凭实据, 怎么敲诈勒索眼前的大白菜。 魏英, 以后, 我会小心一些。 不再如此, 怎么可能? 好不容易, 熬到将眼前人完全聚为己有的一天, 虽说没有什么印象, 可是以后还有大把的美好时光。 是自己不好, 本该美妙无比的时刻, 却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 小心, 就是你还想把我绑起来是不是? 不是, 这个不会。 察觉出魏无限想甩开自己的手掌, 蓝湛哪里能让他那么容易挣脱, 大手微微用力, 说什么也不撒手。 砰, 砰, 两声轻微的敲门声, 成功遏制了房间里两个人的手, 拉锯站。 大师兄, 大师兄, 师父让我叫你下去吃早餐。 你和蓝二公子待会儿在双休, 大家饿着肚子等着你们呢。 那个方向, 白雪阁。 蓝湛话音未落, 魏无限的心就跟着往下一沉。 当年, 在他抛单给江城之前, 遇到过眼睛受伤的宋子琛。 那个时候, 宋子琛告诉过他, 薛阳涂了白雪阁满门, 还刺下了自己的双眼。 那样一个高风亮节的道场, 不能再次毁在这个小流氓的手上。 江叔叔, 您带师弟们先回去吧。 我突然想起, 还有点事要做。 一路小心前沉的故事, 知道的人只有他们一家五口, 别人并不知晓。 魏无限不方便多说, 江丰眠自然也不会多问, 只是把自己的钱袋, 递到魏无限手里。 这个孩子, 花钱大手大脚, 出门在外不比云梦, 多带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 告别了云梦江氏和姑苏兰氏众人, 二人沿着薛阳离去的方向, 一路追赶, 走了小半天, 也没看到那个小流氓的身影。 蓝湛, 你确定这是去白雪阁的路吗? 不知魏无限物的停下脚步, 扭头看着身边一派云淡风轻的佼佼君子。 你玩我呢? 怪不得这路越走越荒凉, 感情你是不认识路。 是你, 一路追兔子, 摘野果, 我们才走到这里。 本以为, 不会偏离大路太远,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越跑越偏。 我, 铁正如山, 魏无限为了吃起来方便, 把摘来的野果塞在一斤里。 鼓鼓囊囊的一斤里, 可是杂七杂八存了好多种野果。 你, 你就不会拉着我一点。 若是论甩锅和倒打一耙的技术, 魏无限说自己是第二, 绝对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我的错。 蓝湛抬手, 蹭去某人嘴角紫红色的果汁。 是魏无限看到野兔的表情太过灵动, 还是魏无限看到野果的神情太过欣喜? 总之蓝湛就那么稀里糊涂地跟了过来。 就是你的错。 蓝湛, 你听, 绵延起伏的群山之中, 传来隐隐的钟声, 钟声尘缓而有规律, 在群山万鹤间冥冥不绝, 有福之人不用愁, 我们刚刚迷路, 这钟声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走吧, 天黑之前走不到的话, 我们就只能露宿在这荒山野岭, 以天为备, 以石头为床。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